这一节我们开始来探讨三次多项式函数的图形了 那么根据我们对二次多项式图形的经验 在课堂上也说了 我们还是要用数学上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来简化 我们对三次多项式函数图形的认识 那么对三次多项式函数图形呢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个单项函数 就是y等于x三次方它的长相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还是就画图 那y等于x三次方我就只要写x三次方 然后这个x呢 比方说我要它从在正负二之间来画图 那么这个图形呢 就这个样子 在课堂上也用粉笔描绘过 那重点在这个观察三次方图形的时候 重点要比我们在二次方图形多了一个观念 叫做反曲点 那二次函数它不然开口向上 不然开口向下 三次函数呢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 在x的右边这个函数图形应该是开口向上 凭感觉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就是向上 那在x的左边呢 这个函数图形呢就会像这个样子 我想大家都会有感觉 这叫做开口向下 所以呢 数学就说 向右边的这种呢 就会叫它做凹向上 那在左边呢 我们就会说凹向下 或者呢 我们会一边会说是凹的 另外一边呢 会说是凸的 那不管你怎么说啦 反正这种情况就叫做凹凸性 那凹凸性呢 在x三次方的图形里面会改变 它从凹向上 其实凹向上我们会说叫做凸的 这边是 不过不要给同学太多的名词啦 那这里是凹向上 在0的右边是凹向上 在0的左边是凹向下 所以呢 它有在凹向上跟 怎样比吧 在凹向上跟凹向下之间 有一个交换的地方 应该说有一个边界点 这个边界点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图形上的圆点 那圆点呢 就因为有 因为有这样的性质 在圆点的右边 它凹向上 在圆点的左边 它凹向下 所以它在交界的地方 我们称这样子的点 叫做反趋点 这样叫反趋点 好 那 反趋点是不是对所有的三次方函数都有呢 我们将会在课堂上发展这个数学的知识 要知道是一定有的 三次多项式函数 一定有反趋点 就好像二次多项式函数 一定有顶点 它一定有顶点 不管是开口向上还是开口向下 一定有一个顶点 那三次多项式函数 从这个图形来看 好像看不到谁可以称为顶点 对不对 因为它并不会开口朝同一个方向 所以没有一个所谓顶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顶点 但它一定会有的东西叫做反趋点 那我们再来按照过这个 以前我们的一个办法 对不起 我要先关掉原来的画图视窗 然后呢 我们按照我们再画这个 二次函数的一个办法 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们现在不要画太多图了 我们就画2分之1乘以x3次方 和x3次方 和4乘以x3次方 也就是这个首相系数是2分之1或1或4的情况 仍然是在正负2之间 x在正负2之间来画图 而这个y呢 我也不希望它跑得太远 所以我们就设定 y是在正负4之间来画图 那这张图呢 就画出三个不一样首相系数的x3次方的函数图形 那各位同学应该 这个性质上面 请各位同学要注意看得出来的事情是 其实不管这个a大小怎么变化 只要它是正数 只要它是正数 这个a乘以x3次方的函数图形 我们现在只想请各位同学观察一件事 这个图形它一定有反曲点 它在x 它在0的右边都是凹向上的 都是往上弯曲的 在0的左边都是凹向下的 都是开口朝下的 所以0呢 仍然会是它的反曲点 至于a这个系数的大小 在二次函数有一个开口大小 在三次函数 它当然还是有一点几何性质的 但是这并不重要 所以我们就不要各位同学来烦恼这件事了 那符号呢 如果是负的 就是如果刚刚是有一个是 4倍的x3次方 那如果我改成负2x3次方 刚才我们画了一个 2分之1x3次方 如果变成负2分之1x3次方 这个会画出什么样的图形呢 其实那个数值 那个绝对值并不重要 我想要让同学现在观察的是 只要系数是负的 这个x3次方的函数图形 就会左右相反 本来它是这样子 在右边凹向上 在左边凹向下 那负的的话呢 就会相反 这个相反我不如就这样 转过来就好了 对不对 是在右边会凹向下 左边会凹向上 它就相反 所以这个正负呢 造成这样的效果 是这个3次方的函数 会以这个反趋点 所在的那条牵直线 作为对称轴 会左右相反 那关于这个只有一项 x3次方的函数图形的特征 我们就只要了解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你或许会想说 那我们好像应该要讨论 x3次方加上一个平方向 加上一个一次方向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讨论 我只讨论x3次方加上x 现在只讨论这件事情 x3次方加上x 那这个x呢 我们仍然让它 从负二到正二 为什么我只讨论这件事呢 看了图就知道了 这个x3次方的函数 其实我们在课堂上 也有解释了 它其实就被 它因为加了x 所以它就稍微歪了一点点 虽然歪了一点点 要请同学认识的事情是 它仍然是一边凹向上 另外一边凹向下 仍然有这个效果 所以原点呢 仍然是反曲点 我们刚刚就已经先说过了 三次多项是函数 一定有这个反曲点 那从刚才x3次方的函数 跟现在x3次方加x的函数 看起来呢 你会发现到 这两个函数都没有最高点也没有最低点 它就是这样弯弯的上来 然后就这样上去了 所以它都没有最高点或最低点 但是这个情况呢 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如果我现在呢 x3次方减x来看一下它的图形 那仍然我们从正 在正负二之间画图 x3次方减x 那是因为x3次方的图形 原来是这样 但是减x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图形 也就是说在零的附近呢 我们把x3次方的函数 把它往下拉了一点点 但是power 就是那个次方越大的power越强 所以那1次方没有太多力气 它只能在零的附近 把它往下拉一点点 但是拉不了多久 这个三次方还是往上跑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函数图形 x3次方的函数 被它往下 被x往下拉了一点点 就拉出了一个 好像有一个最小值的样子 当然这个数值不是最小 因为这边还有更小的数 但是至少看起来 它好像有一个顶点 那同样的在负的 x是负数的地方 也看起来好像有一个顶点 那这个函数图形 现在看得不是很 这个 对不起 我要说的是 这个函数图形的顶点 看起来不是这么清楚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画得更清楚一点 比如说 我刚刚说x3次方减x 现在我来画x3次方减4倍的x 但是y的范围我还是界定在刚才 我们看到的正负6之间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好像在负1的附近 这个函数有了一个山峰 有一个山峰 在正1的附近 这个函数有了一个山谷 有一个山谷 那这个山峰或山谷 不一定会是全世界最高的点 或是全世界最低的点 比如说 我现在再回来 把这个x的范围 刚刚从负2到正2来画图 我把它放大一点来画图 各位同学就会了解 我说了什么意思 比如说在正负4之间 这个x在正负4之间来画图 你就看到了 这个山峰 并不是全世界最高 这里显然有比它更高的地方 这个山谷 也不是全世界最低 这里有比它更低的地方 但是山峰跟山谷 在应用的时候 毕竟是重要的 我们在课堂上 讲的那个应用问题 就是要在某一个小范围里面 并不是要在所有的时数 并不是要在全世界里面 找一个最大值 而是要在某一个范围里面 找最大值 在某一个范围里面的最大值 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有这个观念 叫做相对最大值 就好像 这一片山里面有好几个山峰 每一个山峰都比它附近的山坡地要大 但是一个山区 当然要找一个最大的山峰 那可能是 就只会找到一座山 你的范围越大 那座山就会越高 比如说你全世界来看 最高的就要到喜马拉雅山里面去找 在台湾来看 只要看玉山就已经是最高了 如果只看北台湾的话 那雪山就会最高了 如果只看这个高雄市的话 也许柴山就是最高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这个观念 在一个小范围里面 我们看一个最大值的时候 它叫做相对极大值 相对 它附近的这个山来说 它是最高的 它就叫相对极大值 那同理我们也有一个相对极小值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经济问题 不一定要求最大 我们想要求最小 那也是在某一个小范围里面 我们要求它的最小 所以就会求一个相对极小值 现在我们看到 三次多项式函数呢 有的时候 会有相对极大值 和相对极小值 有的时候 那我们还要请同学 再注意一点 刚才我们看了所有图形 也许都 各位同学没有注意到 但是从这张图形开始 请注意到 这个函数图形 是对称于原点的 换句话说 它会对称于它的反曲点 对称于它的反曲点 因为这个函数图形 一定要对称于反曲点 所以呢 如果它在一边有极大值 在另外一边 它就会有相对极小值 因为它一定要像照镜子一样 它要整个翻到 这个对称点的下方去 如果这边有一个极大 翻下去就会是极小 如果这边有一个极大 翻过去就会有一个极小 所以极大值 所以三次多项式函数 要是有极大值 它就有极小值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不一定有 这就是我们三次多项式函数 有点麻烦的地方 所以我们虽然在课堂上 有写过呢 我们在这边再写一次 再写一次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一般而言呢 这个 a乘以x三次方 加上b乘以x的这种函数图形 如果a跟b同号 那它的这个函数图形呢 就会像是x三次方加x那个样子 我们刚刚看过了 它有凹向上 有凹向下 它有反曲点 但是它没有相对极大 或极小值 好 那 但是呢 这个 如果 a跟b一号 就是一正一负的意思 一正一负的意思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图形呢 就像 它就会像 x三次方 减x那个样子 它有相对 极大 或 不是 不 应该要说汉 极小值 为什么要改成汉 因为我们刚刚才说的 三次多像式函数 要是有极大 就会有 就会有极小 好 所以 应该要说汉 它只要有一个极大 就一定有一个极小 但是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一个麻烦 二次多像式函数 一定有顶点 所以它一定有最大值 或最小值 而且它那个最大 就是全世界最大 最小就是全世界最小 三次多像式函数呢 一定有反趋点 但是 一定没有最大 全世界最大 也没有全世界最小 但是它 有时候 会有相对极大 和相对极小 有时候又没有 接下去我们的 维基分的课程 就是要处理这种问题 它什么时候会有 如果有的话 极大值在哪里 极小值在哪里 怎么算出来 这就是我们接下去 要研究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接下去要研究的目标